市长陈建格代表校方颁发毕业证书 亲切拥抱鼓励孩子们 祝福毕业生能够不断学习成长 迎接适应即将面临的各式学习环境 希望大家未来都能成为父母的荣耀 与开动的骄傲 建格自从到市公所服务以来 已经超过八年多了 那在这个过去的八年里面 每一届的毕业生小朋友 我们都好像是自己的小朋友一样 感觉到我们大家的荣誉跟喜乐 所以我从市长叔叔一直到八年多 还是市长叔叔都没有变 应该是阿伯的 应该是阿伯的 所以比我们家长年纪都还大 可是我看到我们的小朋友 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首先恭喜在座每位的主人工 你们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 拿到你们人生的第一张毕业证书 相信在这 在幼儿园的售校当中 你们各位的辛苦老师的教育之中 以为你们练校最好的根基 每年毕业季都会和曾经朝夕相处的学童分离 老师们难免内心会觉得不舍 不过看着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 平安顺利享受成长的喜悦 在多元的表演之中 学童们专心的演出 搭配老师的引导 精彩呈现练习的成果 由市长陈建格与县议员战国舟等贵宾 分别颁发不同奖项 肯定孩子们日常学习的成果 也让参与的父母亲予有容颜 应届毕业生的毕业纪念册 成立在教室手道上充满温馨的回忆 孩子们穿着各式可爱多彩的服装 大方上台表演歌舞节目 欢送毕业的学长学姐 小小年纪专一表现毕业的心情 或是欢送毕业生的致辞 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以毕业生献上感恩词 向市长表达多年来的感谢之后 在众人的欢送中 台东市立幼儿园毕业典礼 画下圆满甜蜜的句点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报导